抽象 抽象 实在是太抽象了 这绝对是我在音乐中所见过的最抽象的一把 合成武器了 大家好 我是一年365天都坚持攻心的攻略UP主 游戏沾玩家 你干嘛 今天就和大家聊这把全新合成武器 八分保加特林的玩法攻略 以及满排教程吧 首先第一个问题 它如何解锁的 作为合成武器 它无法在电脑中直接获得 只有通过紫武加特林和紫武八分保才能融合而成 不过这时候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用蓝火加特林可不可以呢 老宅专门进行测试 答案是不可以的 因为谈不像鸣鸣鸣那种有灵活的合成方式 所以好奇的交换就不用去尝试了 以支八分保加特林思维属军士 攻击3点 蓝号2点 暴击0点 偏移度20点 攻速极快 一次可发射4枚变米撞子弹 障害不高 但侮辱性却极强 而且其叠字的外形相当的抽象 这把武器共有两种伤害触发方式 第一种是变文重子弹 散点伤害可以暴击 第二种是随机释放的爆炸攻击 拥有6点伤害 可谓群伤 但由于触发效果不稳定 不能作为主要输出手段 而且它也和其他加特林武器一样 有一个通病 那就是使用期间会降低自己的移速 所以八分保加特林的攻击特点就已经很明了了 那就是高攻速 高蓝号 关于这把武器的最佳适配者 老真鼠推 散打狂战士 这次为什么不用骑士的一技能 主要是因为骑士的一技能蓝号也会翻倍 没有某特定的挑战因子咱们负担不起 而这时候散打是这种计算伤 又不会提高蓝号的设定 让人觉得要明显优于双持 关于失陪天赋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那就是 子弹弹射天赋居然对它没有任何的强化效果 这算是一个很反常的设定了 除此之外 像散弹增多 精准暴击 暴击穿透 都能打击 满血暴击 攻速加快 暴击落雷 子弹分裂 等天赋都能对它起到强化效果 至于其他的通影型强化技能 老真就不过得赘述了 总之八番宝加斯林 绝对能给你带来抽象之外的 惊艳表现 那么本期就先到这里吧 下期咱们聊点什么呢 请在下方讨论区 留下你的想法建议吧 我是游戏的战玩家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